许磊问得不错 你学校现在不需要回去了是吗 需要回去 因为我现在大三还有大四 专业不太喜欢 只要拿到毕业证就行 要不然你也不想干这个 对 毕业证和学位证 所以你把学校当成什么呢 学校就是学习知识的地方 回去的话 等一下 你其实就是为了要一个学位证 是吗 就是吗 也是学习 我跟你说 如果我是一个学校的校长 我真的很寒心 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培养一个大学生 或者我们投入了很多很多东西 人家就是为了要一个毕业证 你的这个专业跟你们来通过完全别 我学习也是很认真的 你学它有什么用啊 你不做耶 你要做产品经理啊 我不做 但是多方面的接触 多学习一些知识还是很好的 然后每天上课我也会认真的听课 然后我都会坐在第一排 你已经说一下嘛 你在大学期间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 能学到什么 学到了素质教育 还有专业教育 还有一些基本的 基本课教育 比如数学统计 如果你真的觉得大学是重要的 这校园里那部分教育是重要的 其实我会建议说 你在内蒙古的这个学校继续学习 然后你用业余时间在 哪怕在线也要 还是说当地有一些互联网公司 你参与一些产品 但如果你想实习就要去上海 那说实话 那个学校对你就已经是没有意义了 就是下学期课比较少 然后有时间的话就是 就课余时间的话就去实习 然后也是不会耽误课的 你又没有任何产品的经验 你现在还没有毕业 你想干啥 就是积累经验 积累经验 你来玩我们来了 不是 李浩阳 他就是想去上海实习 跟他男朋友在一起 赵岳 我特别想请你做个排序 好不好 你现在说我要回到学校 还有一年半毕业 我现在要找个实习岗位 我现在跟男朋友待在一起 如果这三天你最想 你现在脑子里想的是做哪一件事情 就是首先是完成学校里的功课内容 然后第二个就是 反正你回去吧 不用第二了 你不需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吗 十一月份到三月 你根本就回到了学校 你根本没有学习 仍然在上海 学习都没有耽误过课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姑娘 她的人生一直有点错位 她该读书的时候放弃读书 然后去这个修学 然后去谈恋爱 然后完了之后呢 又发现这个学历 学位很重要 然后又想回去读书 但是又不安心 然后又跑出来找工作 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就是从企业的角度讲 我是很害怕的 为什么 她给我感觉心智还不成熟 这样的女孩子 如果我给她一个岗位 她今天跟我说干 明天告诉我 我不干了 为什么 我男朋友要去什么样 或者我男朋友不让我干了 我就不干了 这种很害怕的 我觉得在场企业家 应该没有人敢用这样的女孩子 我就一个建议 在接下来从你的感情这两个字当中绕开 因为你现在你说到未来规划的时候 你都不会说我要读什么书 我要去哪工作 我要和我男朋友一起奋斗 就不要再提她了整场 就人家都已经给你机会问你未来规划了 你还绕回到感情当中 那段感情什么都说明不了 只能说明你是一个 延迟满足能力非常弱的女孩 就是你觉得跟她在一起很快乐 你想见她 你思念 但是你控制不住 你在熟众熟青去做选择的时候 永远都选择那种及时满足 那这个在工作当中跟奋斗当中都是一个缺点 所以避免再暴露缺点 好好的向圆圆姐姐学习 永远这一辈子不靠男人 不指望男人 不需要男人 因为男人也不需要她 而且永远也都延迟满足 我是想说 你说这个咱们真的正儿八经聊的话 我很担心你以后 就是你这么依赖她 这么黏她 没有她不行 为了她两年休学 如果她不要你了怎么办 另外来讲 当你选择和这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 实际上对你们的未来也是不负责的 那你对于你的企业来讲 工作来讲 也未必会太负责 这可能是你年轻啊 任性 但我觉得 作为一个企业的招聘者来讲 考虑利用你的机会是非常低的 因为老板并没有充分地了解我 就是从一个片面的方向 很垄断地就把我否定了 实际上我是非常负责任的人 受到同事啊 一致地认可 并没有那么任性 第一轮选择之前 我只想告诉你 所有为了爱而远走他乡的女人 有百分之五是成功的 百分之九十五 最后都被抛弃 因为一开始你去的时候 男人很感激 到了后来 他就认为你所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理所应当做的 你已经成为他的附庸 好 我只告诉你这个数据啊 数据是真实的 第一轮选择去后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结果非常好 就是造业 其实你的潜力是有的 毕竟我觉得你在这个台上 落着大方 好像你这个沟通也是不错 但是你其实最需要就是回到学校 好好的学习 把你的学位拿到手 你在业余的时间 你去学产品 去设计这些知识 一定是好 一定是一件好的事情 你可以继续去做 但你一定要 踏踏实实地回到学校 把你的学习先做好 记住 爱人七分足以 剩下三分爱自己 再见